平反六四,問著元秋,就浪費氣了 如果你是有一些正義感,有一些良知 你覺得有一些保世價值是應該要擁抱,應該要堅持的 你是應該要出來的 年年五國,但始終都要提的 講的,才不是平反六四動議 無忘六四,追究屠城責任 這裡全部人大政協,誰說沒有真相的 麻煩你去問共產黨拿真相 不知道那些建制寶王,是否真的去找共產黨呢? 蕭雲鐘都響過兩次,但一個一個都還是坐不定 應該是誰呢? 想問問有關六四方面 因為今年後,本土派的民主人士 就呼籲市民不要參加六四那一晚 你自己覺得這樣不是一件好事 這些由市民自己決定 嘩,口錯啊,答那麼短 好,我們先問個意見多多的 即是敏感到一聽到外國,就不參加了 唉,都不知道怎麼說 唉,好啦,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他說,六四是歷史大事 但就反問,平反動議 有沒有必要連連題 那,問一下博士級的學者 歷史的問題是要解決 還有呢,是對於無辜的死難者 是真的應該有一個說法 還有給他們公道 說到這麼大,飄人不去投 看來是你,要給個說法大家 民保皇黨到表決那刻,才回來就投 不是反對就棄權 結果議案,連續十四年過不到 要控訴屠夫政權,大家唯有靠自己 下星期二晚,去維園點知良心蠟燭啦